一开始我要读圣经给你们听 我到现在还没有朗读经文 一直没有时间这么做 可是我很喜欢读圣经给别人听 甚至于比讲道还喜欢 因为我朗读圣经的时候 每个字都值得听 可是讲道的时候就不见得咯 所以我来朗读一段经文 我不先说是哪段章节 请你们听我念 但是我读完以后 会告诉你们经文的处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是太阳白日发光 使星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有搅动大海 使海中泼浪喷轰的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果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若能良度上天 寻查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 一切所行地弃绝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这段经文跟我这个周末的教导 息息相关 讲到以色列 也讲到约 我首先要说两件事 这五个约都可以 在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中找到 也都可以在新约圣经中找到 我这样强调是因为我们的圣经被分成两部 被称为旧约和新约圣经 很容易造成误解 不知道是谁定的名称 但这是一个错误 我很确定不是上帝启示的 因为新旧约圣经的约和新旧约的约是同一个字 把一半的圣经称之为旧约 然后另外一半的圣经称为新约 会让人以为只有两个约 误以为旧约圣经的内容已经落伍过时了 以为新约圣经不一样 比较特别 比较新 以为应该把焦点放在新约 这真是大错特错 我希望你们读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 从开始读到结束 记得我以前常常到一个乡间小屋去 在那里看到有个老人总是坐在火炉边读他的圣经 我每次看到他 他都在读圣经 我就问他 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了吗 他说读了很多遍了 我问他几遍 他说我读了十八遍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读整本圣经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 我当时还很年轻 他说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话 说得真好不是吗 另外一位年迈的女士在读圣经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读圣经 他说我在为人生其末考恶补 他的也很好 这五个约都在旧约圣经里头 也都在新约圣经里头 但是这五个约中 有一个称作旧约 也只有一个称作新约 这两个约已经互相取代 所以有一个新约取代了一个原来的旧约 这个新约我们称作弥赛亚之约 因为是耶稣亲自立的约 他是弥赛亚是基督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新约 很令人兴奋的约 这个约是在旧约圣经中宣布的 所以早在立约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宣布了 这是由旧约圣经里头的三位先知宣布的 耶利米、以赛亚、还有以西节 他们三个各从不同的角度 来谈上帝要立的这个新约 这个新约很不一样 比旧的约更好 旧的约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和摩西立的约 刚刚我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耶利米宣告的预言 上帝说 这个新约 不像我领你们出埃及时 在西乃山上跟你们立的约 很不一样 耶利米宣布 这是什么样的约 这约有什么条件 内容是什么 带了什么好处 以赛亚则是宣布 谁会带来这约 谁会来立约 以西节则是宣布 这约怎么实现 把他们三个人讲的放在一起 就可以清楚明白这个新约的全貌 先来看看耶利米的描述 这个新约是什么 我在讲义上 首先写下一个词 人心所趋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这个新约不是写在石板上的 而是写在人的心思意念上 会写在人的里面 而不是人的外面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不会只告诉人 应该怎样生活 还会让人渴望这样生活 让人想要活出正道 这是不同之处 旧的约告诉他们怎样生活 但是没有给他们原动力 当你颁布一堆不可触犯的诫命的时候 人因着本性就会想去触犯 这是这个旧约的问题 里头的诫命很好 实践也很好 问题是 当你告诫别人不可以做什么 有一个小男孩第一天到学校去 老师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说 强你不行 老师说 你不可能叫这个名字 他说 可是爸爸妈妈都这样叫我 瞧你 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 有一回 他还没有吃完饭 就从饭桌上起来 母亲对他说 坐下 他没有坐下 妈妈就再大声喊 我说 坐下 他还是站着 他妈妈气坏了 就说 坐下 要不然的话 他就坐下了 他说 外面的我是坐下了 但是里面的我还是站着 我刚刚举小孩子的例子 但是大人也一样坏 我记得在剑桥读书的时候 有个学生在书房外的门把上挂了一张纸条说 请安静 我在读书 结果我们经过的时候都故意大声跺脚 在走廊上大声的喧哗 叫别人不要做某件事 就等于叫他们去做那件事 这是人的本性 因为这些规定是写在我们的外面 而不是里面 当规定是写在你们的心思意念上 你就会想去做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这么做 但是英国有一些教会 每个主日的早上都会朗读实戒 朗诵的时候 会有人回应 他们的回应如下 不可偷窃 主啊 叫我们的心想要守住这律法 叫我们的心想要 旧的约 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人心会想要悖逆 但是这个新约会改变内心 让人想要去顺服 所以你会发现自己 想要做好人 想要做对的事 想要顺服上帝 想要照他的话去做 想要活出他要你活的生命 这是新约 摩西之约从未有此效果 第二 关于这个新约 我这里写下亲密 耶利米说 在这个新约中 你们每个人都会亲自认识耶和华 不是透过别人 不是由摩西下山来告诉你 上帝是什么样子 你会了解他 当你了解一个人 对方生气的时候 你会知道 因为你了解他们 我跟我太太一起生活了52年 我很了解他 当他生我的气的时候 他不必告诉我 我一定会知道 因为他会不说话 我每次出国都会打电话给他 说我安全抵达了 有一次我去澳洲 到了之后打给他 我说 我说 喂 亲爱的 喂 我说 你在听吗 是我 我说 你还好吗 还好 你确定没事吗 没事 我心想 糟了 我一定做错什么了 我出门前有跟他问别 他是不是叫我做什么 我忘了做了 我在澳洲感到坐立不安 后来 我恍然大悟 透过卫星传送的电信讯号 都会稍微停顿一下 所以 我就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生气的时候会沉默 我很清楚 新婚的时候 他会写纸条给我 我回家晚了 饭桌上摆了一张纸条说 你的拖鞋在冰箱里 你的晚餐在狗的肚子里 我头痛 先睡了 看了就知道 他在生我的气 但是他现在不必写纸条了 因为我了解他 我可以 马上就看出来 他在生我的气 我如果惹他难过 做了他不要我做的事 或者是没有做他 要我做的事 我会知道 你和上帝之间的新约 就是这样 你会知道 你何时惹他生气 你会知道 你没做他要你做的事 你就是知道 因为现在你了解他 在座每一位都是 你做错事的时候 不必别人告诉你 你自己知道 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 美好的亲密关系 然后我写下 清白一词 先知 叶利米所说的这个新约 具有着第三项特点 因为最能够破坏关系的 莫过于罪恶感 你如果对心爱的人 有罪恶感 在对方面前 就不能够放松 你们之间会有隔阂 你有某件事 不想让对方知道 你心里藏了一个秘密 请问在座做丈夫的 如果你送花给太太 她问 你又想干嘛 要知道 被饶恕 真正被饶恕 是一种很美好的经验 因为你恢复清白了 不再有罪了 清白的人 就可以像个小孩子一样 心中坦荡荡 所以 耶利米在这个新约中说 上帝要赦免你的罪孽 不再纪念你的罪恶 上帝能够控制他的记性 但是我不能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 我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我忘不了 但是上帝能够控制他的忘性 他的记性 他说 我不再纪念你的罪 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 很晚了 我正准备要洗灯 关教会大门的时候 我注意到 有一个老太太 坐在教会第一排的椅子上 她坐在那里 哭得非常伤心 我就去坐在她的旁边 问她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难过 她说 二十年前 我做了一件很坏的事 她说 我感到很羞耻 她说 要是我的家人知道 一定会跟我断绝关系 不再跟我说话 要是朋友知道 一定都会跟我绝交 她说 可是最惨的是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恳求上帝赦免我 他却不肯 我说 你真可怜啊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在跟上帝讲这件事 但是上帝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第一次求他赦免你的时候 他就赦免你了 还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他说 我不相信 你看 因为他忘不了这件事 就以为上帝也忘不了 我只好带他看圣经上 一节又一节的经文 像我们刚刚看过的经文 上帝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这个时候 他终于明白这个真理 就站起来 这位老太太当时大概快八十岁了 她开心地绕着会堂跳舞 绕着空旷的会堂跳舞 我就坐在那里 看她绕圈圈 她是因为喜乐而跳舞 上帝已经忘记她的罪了 只有上帝能忘记 其他人都忘不了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难彼此原谅 尤其是很难原谅自己 当你让自己失望的时候 因为你也忘不了 你可以把事情埋起来 埋在潜意识里 但是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突然就想起这件事 只要一个声音或是一个味道等等 就会让你在多年以后 突然想起这件事 你要知道 上帝已经忘记这件事 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 等我亲眼见到上帝的时候 我会说 主啊 我做过一些很后悔的事 对不起 我做了那些事 上帝会问我 你做过什么 我不记得了 真不可思议 这就是饶恕 所以新约会给你一颗心 让你想要遵行神的律法 新约会帮助你认识神 让你立刻知道 是不是惹他生气 新约也会给你清洁的良心 让你和神之间没有隔阂 这个约真好 比摩西的律法还要好 好太多了 耶利米告诉我们的这个新约 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这是内在的约 我已经讲过 这是写在里面的约 写在心中 而不是外面的约 第二点 这是与个人立的约 不是跟列国立的约 不是跟万民立的约 而是跟每一个人立的约 是个人的约 你的父母也许在这个约中 但不表示你也在里头 因为这是跟个人立的约 可能丈夫在这个约中 但妻子没有 或妻子在这个约中 但丈夫没有 你不能够靠别人 进入这个约 这个约的特点是必须你自己进去 上帝是和你个人立下这个约 这记载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以上是耶利米书对这个约的描述 听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先知以赛亚 他也谈到这个约 但是他谈到的是立这个约的人 在上帝和人之间的这位立约者 关于这位立约者 他说了两点 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 他谈到一位至高统治者 一位王 一位统治者 政权要落在他肩上 他将是和平君王 也是永在的父 他将是奇妙测士 更重要的是 他将要做王 征服一切的王 这里描绘的角色很强势 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里头 他的语气转变 他谈到一个受苦的仆人 你大概知道 这卷书有五首诗 形容这个受苦的仆人 其中一首诗特别的美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这是在描述 一个遭受极大苦难的人 而且是为他百姓的罪而受苦 但是他没有尖叫哀嚎 反而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安安安静静地任人在杀 我们都知道这在讲谁 虽然这是在耶稣降生前一千年写的 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里结合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至高的统治者 和受苦的仆人 犹太人 犹太人至今仍然无法将这两种角色联想在一起 他们甚至相信 可能会有两个弥赛亚降临 一个弥赛亚出自约瑟 一个弥赛亚出自大魏 一个是约瑟的子孙 一个是大魏的子孙 这真是大错特错 他们无法把这两种角色联想在一起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弥赛亚会降临在这世上两次 他已经来过一次了 做受苦的仆人 他还会再度降临 做至高统治者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两次临到这世界 不是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这是立约者 之前我告诉过你们 这类型的约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就是当你立下遗嘱 最后的遗愿合约 在死后把财产和金钱留给别人 所以那是约的一种形式 是你的遗嘱 你还活着的时候 可以更改这遗嘱 你一旦断气就不能改了 而且这个遗嘱 必须要等你死了 才会生效 你还没有死的时候 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然后等你一过世 就可以把财产交给继承人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新约无法在我们的身上 生效 除非那位立约者死去 耶稣在受死的前夕说 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我必须死 你们才能够继承这个约 各位 果真是如此 透过痛苦的死亡 我们的主耶稣 给我们一个新约 因此你才能够定期在教会领圣餐 才能领那饼和杯 为了纪念 他必须死 你才能得到这个新约 当你领这杯时 耶稣说 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要喝这杯来纪念我 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西节书 看他怎么说这个新约 他对这个约的内容谈得不多 对于那位立约者 也谈得不多 但是他对这约怎么实现 琢磨非常多 律法要如何写在我们的心上呢 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以西节跟我们讲了两个 重要的真理 首先 他说 在新约中 人的心 会变得很柔软 食心 会变成肉心 你会比较柔软 内心比较敏感 你的心会改变 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内心会变得很刚硬 对别人的态度 不会很好 但是上帝会改变这个情况 人的内心里头 会变得很柔软 上帝就能够把他的律法 写在比较柔软的心上 上帝还会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将他的圣灵赐给人 不止使人的心柔软 还会把他的圣灵赐给人 有一件事很确定 那就是我们绝对 无法享受这新约 除非我们接受了圣灵 各位 这是必要条件 以西节深知这一点 虽然他是在新约出现前的 好几百年就写下了这些 但是他知道新约如何运作 就是透过改变人心 并且赐给人圣灵 这些话都是在新约出现前几个世纪 就说了 当你读这三位先知的话 可以在耶利米书中窥见天父 在以赛亚书中窥见圣子 在以西节书中窥见圣灵 所以连在旧约圣经中 都可以窥见三位一体的真神 使我们得益处的上帝 没有圣父圣子和圣灵 我们真的是什么也做不成 父子圣灵同工 带我们进入新约 在旧约圣经中宣布的消息 在新约圣经中实现了 真的发生了 是主耶稣基督实现了这预言 他先受死除去我们的罪 然后从死里复活 之后他高升入天 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 耶稣若未受死 被埋 复活 喊升天 我们将永远 无法进入新约 但是因为耶稣做了这一切 我们就能够进入新约 然而不止主耶稣 我们想进入这新约 不只需要主耶稣 我们还需要三位一体 真神里的圣灵 首先我们需要在圣灵里受洗 在四卷福音书里头 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 施洗约翰向大家宣布说 这位耶稣将用圣灵为你们施洗 他说我只能用水为你们施洗 但是耶稣能用圣灵为你们施洗 每个人都需要两种洗礼 就是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 我跟施洗约翰一样 只能够用水为你们施洗 我无法做一件事 就是用圣灵为你们施洗 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用圣灵为你们施洗 你曾经在圣灵里受洗吗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被上帝的圣灵 充满到满意出来 你怎么知道自己满意出来了呢 你的汽车加油的时候 怎么知道油箱什么时候满 这比喻很适合美国人 你怎么知道油箱什么时候满呢 因为油会溢出来 油箱的上方有一个洞 油箱加满的时候 汽油会溢出来 你家里的浴缸 在水龙头的正下方 有一个小洞 我要承认自己有一个弱点 我喜欢泡热水澡 我泡热水澡的时候 甚至可以写一本书 写在我的脑子里 因为那个时候 我很放松 只要我对准方向 前方放一个叠形天线 接受天上的讯息 我就可以 我可以泡到水边了 脑子里仍然在思想上帝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放好了热水 然后跳进浴缸 水会从水龙头下方的洞口排出 水会溢出来 发出很大的 咯咯咯咯的响声 然后我就会听到 楼下的女士大喊 你又把热水用完了 各位 那个洞就是满一口 你知不知道 各位 你知不知道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一个满一口 那个小洞 就在你鼻孔下方 一寸之处 如果你把手指头 放在鼻尖上 然后往下找 你就会找到满一口 我听到了 不管你心里充满什么 耶稣说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如果你充满风趣 就会大笑 像你刚刚那样 根本忍不住就笑出来 当你充满风趣 当你充满恐惧 你会尖叫 从这里出来 当你充满愤怒 你会大吼 当你充满圣灵 这里会有东西出来 也许是全新的语言 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你会满意出来 有一次 我在巴西 跟一名宣教士 坐在公园里 我们在那里野餐 吃三明治 他对我说 大卫啊 我努力忠心侍奉主 我来这里宣教十年 从来没有见过神机奇事 我的侍奉没有什么果效 可是我尽力侍奉主 我相信他确实很尽力 但是他说 可是我不觉得 我曾经被圣灵充满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就坐着按手在他头上 祷告说 主啊 求你充满他 让他满意出来 这个时候 他突然开口大喊 哈雷路亚 公园里的人 全都转头看他 我小心地跟他保持距离 然后我问他 你以前有这样喊过吗 他说 从来没有 我是一个内敛的英国人 我绝对不会在公共场所 这样大叫 然后他问 然后他问 就这样吗 我说 我刚听见你满意出来了 这就是了 接下来 24小时内 他用祷告 医治了两个病人 之前他从未做过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领受圣灵的喜 就是被圣灵充满到满意出来 你会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 因为那是藏都藏不住的 我要分享自己的见证 来谈谈 我当初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 当时 我们教会 有一个人 向来以反对派领袖自居 你们教会也有这种人吗 我想 上帝在每一间教会 都放一个这样的人 让我们警醒 我真是受够了这个人 我每一次建议什么 他要么说 这个以前没有做过 所以现在也不要做 不然就是说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 没有我的每一个建议 他都唱反调 我常常在教会 开完会 回家对太太说 这个人让我真头痛啊 我太太会说 其他的人都支持你 别管他 只有他反对 不要在意 情况就是这样 每年有一段时间 我可以松口气 不用听他唱反调 因为 他的肺不好 每年一到春天 他都会花粉热发作 医生会吩咐他 要卧床六个星期 他常常喘不过气来 但是这六个礼拜的时间 我在教会可以做好多事 没有人跟我唱反调 他每年都是这样 都会发作一次 我就可以好好地放松六个星期 后来有一年他又发作 我心里都想 我应该去看看他 去探望他一下 因为我知道 他得卧床好几周 我就去看他了 但是一路上 我一直听到雅各 武 雅各 武 雅各 武 我心想 他叫雅各 但武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雅各书五章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 有抹他 他的病就会好 我心想 我才不要对雅各这么做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事 我到了之后就说 雅各 你好不好啊 他说 你对雅各书五章有什么看法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他说 我要你为我这么做 他说 我这个星期四早上 必须去瑞士出差 医生叫我要卧床至少三周 当时他躺在床上 脸色发白 努力想吸进空气 喘个不停 他说 你能为我这么做吗 我就说 我先祷告看看 这是一个好借口不是吗 所以 我就回家祷告 我说 主啊 请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该这么做 应该有个好理由 但是上帝一语不发 他没有回答我 星期三的晚上 他太太打电话来说 雅各在问 你要不要过来用油抹他 我说 好吧 我今天晚上过去 我会带几位长职过去 然后 我到药房去 买了一大瓶橄榄油 到了那天晚上 我就去他家 进了他的卧室 他躺在那里 喘不过气来 我打开圣经 翻到雅各书五章 我们一起看那段经文 像在看汽车使用手册 一步一步照着去做 首先 圣经这段经文说 要彼此认罪 我想 最好从头开始做 就对他说 雅各 我一直都不喜欢你 他说 彼此彼此 所以 这不解决了 接着 圣经说要祷告 我们就祷告 然后说 要用油抹他 我就拿出那瓶橄榄油 打开盖子 全部往他头上倒 你猜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还是躺在那里喘气 我心想 我干嘛做这种事 我转身想逃离那个房间 我心想 现在情况更糟了 他一定会把我看扁了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问他说 你明天飞往瑞士的机票还在吗 他说 当然了 我说 我会载你去机场 然后我就跑了 那天晚上 我一夜睡不好 隔天早上 我好希望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 我开始准备讲道 不去想他 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 我接起来 电话另一头说 你好 我是雅各 你可以来接我吗 你载我去机场 我说 雅各 你还好吗 他说 我很好 我问 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 昨天半夜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有两只手 在挤压我的胸膛 他说 我从我的肺部 咳出一桶一体 现在我可以呼吸了 我说 你看过医生了吗 他说 看过了 医生说 我没事 他说 我刚刚还去理发了 那个理发师还说 必须要先帮我洗头才行 理发师说 他这辈子 没有接过这么油的头发 我有三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他再也没有发作过花粉热 第二 第二 他被圣灵充满 第三 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漏掉这整件事中 最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 我去为他抹油祷告之前 我自己先到教会 跪在我的讲台上 我试图为雅各祷告 你有没有试过 为病人祷告 但你不希望他病好 很不容易做到 我内心很挣扎 我说主啊 我不希望他病好 结果 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竟然开始 掏心掏肺地 为雅各祷告 而且 我不是用英文祷告 听起来 听起来有点像是中文 但是我祷告了一个小时 就用这个语言 我记得当时看手表 心想 我祷告了一个小时 没错 我不知道能不能再祷告一次 我就开始再祷告 这次听起来像恶文 我又掏心掏肺地为雅各祷告 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 使徒行转二章 才明白 领受圣灵 是什么意思 了解 领受圣灵的喜 然后 我开始 做这一生 从未做过的一些事 我发现 我可以医治病人 可以给人智慧和知识的言语 我可以发预言 为我打开了崭新的世界 这就是新的约 那就是在圣灵里受洗 我很高兴 当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因为 这样就不会觉得 是别人帮我的 只有耶稣帮我 但这只是起头 只是一次的经历 持续被圣灵充满 才是重点 因为 我们会漏 需要持续不断地 被圣灵充满 这使得新约变得很真实 圣灵 圣灵将上帝的律法 写在你心上 圣灵 再使你的实心 变得柔软 圣灵将上帝的赦免 传递给你 给你清洁的良心 这是何等宝贵的礼物 这就是新的约 是在新约圣经中 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他的圣灵来实现 基督为我们动工 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这就是新的约 是整本圣经中最棒的约 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步来谈 这让你成了新约的子民 虽然是跟你个人礼约 但是在圣灵里面 你得以和各样的人团契 也许是和你宿昧平生的人 但是如今你看见 他们里面也有跟你一样的圣灵 不管他们的个性 肤色或者是背景如何 你认出他们里面的圣灵 你知道自己里面的圣灵 也在他们的里面 这个时候你发现在圣灵中的团契 使得你们成为一个新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他的羊群 他的家庭 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团契 各位 现在我要继续的往下讲其他的约 在座有许多人上一堂没有来 所以没有听到我讲 挪亚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 还有大卫之约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约 那其他的约怎么办呢 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以为 光有新的约就够了 其他的约可以不用管 可以忘掉 其实不对 我们来复买一遍 挪亚之约 至今仍然有效 那是上帝和全人类里的约 上帝承诺让四季继续运行 上帝保证人类永远都会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吃 他会继续供应阳光和雨水 让作物能够生长 当上帝让阳光和雨水同时出现的时候 天空就会出现彩虹 象征戒指 用来提醒上帝 而非我们 他已经承诺让人类继续活下去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上帝遵守了这个承诺 我上一堂课说过 全球的粮食一定足够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饱肚子上床 但是 问题是 我们不肯互相分享粮食 有些地方的人太胖 想要减肥 他们吃太多的素食 有些地方的人饿着肚子上床 甚至饿死 上帝一定感到很痛心 但是人挨饿 是因为这个缘故 这不是上帝的错 联合国说 全球每一年 都有足够的粮食 给每个人吃 问题是 我们必须要学习 彼此分享 所以上帝信守 他和挪亚利的约 耶稣在登山保训里头 也提到这个约 他说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待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上帝跟挪亚利的约 是无条件的 他会让四季继续交替 继续供应人类粮食 而他信守了这个约 那么 亚伯拉罕之约呢 我们之前说过 连新约圣经中的 希伯来书里头 都强调 上帝和亚伯拉罕 立约的时候 启示 必会遵守这约 上帝怎么启示呢 我们启示的时候会说 如果我们食言 就让一股更大的能力 杀了我们 但是上帝无法指着 能力更大的对象来启示 没有谁的能力大过他 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 上帝不能说 我指着上帝启示 但是他可以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上帝如此在亚伯拉罕面前启示 还用血来盖章 他们杀了一只动物 上帝和亚伯拉罕 一同走过 对切成两半的动物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约 所以 根据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 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 仍然有效 仍在运行 这个约 主要是关乎亚伯拉罕 还有他的后裔 在讲中东这块应许之地 所以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一点 并且坚信不移 中东问题的一大要素是 上帝把这块地赐给犹太人 永远为业 但是政治人物却不肯正视这一点 从各种角度来谈中东情事 就是不愿意正视上帝的观点 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仍然有效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玛利亚大大欢喜 因为上帝记得和亚伯拉罕立的约 玛利亚看出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是来肯定亚伯拉罕之约的 那我们在上一堂 也谈过的大魏之约呢 将来有一天 大魏的一位子孙将作王 我讲过我手上的这两个戒指 两个戒指上都刻有 大魏这个名字的西伯来文 当然是从右到左 这是西伯来文的写法 其中一个戒指 是我结婚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我太太送给我的 我们当时正在以色列庆祝 那是祝鹏节的第八天 刚好是那个节庆的大喜之日 我们在犹大帝的旷野庆祝 生起大大的萤火 烤鞍唇当晚餐吃 在场的大概有一千五百人 那个结婚纪念日真令人难忘 但那天早上 我在雅法路上的一间小店里头 看一个犹太珠宝商 用一块黄金 为我住了这个戒指 它住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样子 然后在上面刻上我的名字 那天我太太把戒指送给我 她对我说 你要做城墙上的守望者 这个戒指会提醒你 但是另外的这个戒指 我只戴了几个月 是工人在东伦敦挖地基 准备盖一大牌公寓的时候 挖到了一座古犹太墓地 在残骸中找到了一个戒指 刻着大卫的名字 在一块白石上 你如果有兴趣 会后可以来看看 我收到戒指的时候 很高兴 我不知道这个戒指的主人是谁 但是我纪念他 大卫 这提醒我 上帝和大卫立约 应许将来有一天 会有一个大卫的子孙 在以色列做王 直到永远 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引颈期盼那一天 到时候 耶稣要重建以色列国 坐在大卫的王位上 这事一定会发生 因为上帝这么说 所以这些约都仍然在运作 仍然有效 仍然可以信赖 但是有一个约 已经失效了 感谢主 这个约失效了 因为是摩西之约 再讲摩西律法 不止一条律法 而是613条律法 在生命纪 可以读到所有的律法 如果我们今天 仍然在摩西之约下 就得遵守全部的律法 我还没有遇过一个犹太人 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 如果不全部遵守 就会受上帝咒诅 因此 犹太民族比别的国家都蒙福 也比其他国家承受更多咒诅 你读到生命纪后面的时候 有一章讲到 他们若守律法 会蒙受哪些福气 若不守律法 会受到哪些咒诅 令人惊讶的是 生命纪28章描述的咒诅 简直就是后来 德国纳粹大屠杀的写照 真不可思议 上帝信守承诺 他们若守律法 他就赐福 他们不守律法 他就咒诅 这些是摩西律法 但是我们已经不在这个律法之下 哈利路亚 这真的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知道摩西之约 这个旧约 已经被新的约取代了 这个旧约已经失效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 竟然回头去守律法 他们听到的教导是 收入必须十一奉献 这就是在守摩西律法 他们听到的教导是 礼拜天要守安息日 这就是在守摩西律法 当然 确实有一些律法 被带进新约中 就成了基督的律法 成为我们该守的律法 但是基督的律法 会写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会想要遵守 十戒中 只有九戒 被带进新的约 记载于新约圣经里 有一戒拿掉了 就是守安息日的诫命 这一戒已经拿掉 但是 我看见犹太人 守安息日的规定 包括 主着拐杖走路的时候 不能在地上 拖出一条线 因为这等于 在安息日耕田 在安息日不能戴假牙 因为这等于扛着担子 在安息日不能在衣服上 戴安全别针 那等于是缝纫 在安息日不能按电灯的开关 那等于工作 在安息日不能坐电梯 必须爬十七层楼回公寓 因为爬楼梯不算工作 但是按电梯扭是工作 这已经变得很离谱了 已经成为律法规定的阶下囚了 律法来自摩西 但是恩典还有真理来自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谈到的五个约 这五个约在旧约圣经中都有提到 在新约圣经中也都有提到 但是在这五个约中 其中一个是旧的约 就是摩西之约 其中一个叫新的约 因为它取代了摩西之约 所以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 而是在恩典之下 我们是在基督的律之下 在圣灵的自由律之下 圣灵会带领我们走在正道上 我们若靠圣灵而行 就会完全上帝的律法 因为律法的总结就在爱 这就是我要讲的信息 我给了你们讲义还有大纲 可以带回家 我要你们读圣经的时候 随时注意你读到的经文 是属于哪个约 并且知道这个约 适不适用在你身上 如果不适用 你还是可以读 从当中更认识上帝 读摩西的律法可以帮助你 更认识上帝的特质和想法 了解上帝对人的想法 但是你不受那些律法的约束 也不受那些律法的制裁 律法的咒诅已经从我们身上挪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